第1096章 瞧你这话问的 由颜面孔争鸣 瞬间盯住陈清晨 杂种 空 恐怖神能第一时间弥漫出 他直接杀向陈清晨 杀伐神爪 瞬间便抵达对方跟前 罗天教主出手 一拳轰上去 拳与爪撞在一起 空蒙一声 两人齐齐后退 由祖二爷宁声道 互独自 好得很 一起杀了 轰轰轰轰 由颜 由祖二爷 由祖三爷和由祖四爷 同时绽放狂暴神能 最弱第十四境 最强第十五境 次人换出宝兵 由颜只取陈清晨 由祖二爷等人 则是轰向罗天教主等人 陈清晨艰难抵挡由颜的攻击 又急又怒的道 我哪里招惹你们了 由颜目自欲猎 还敢问 他集结权力 手中战刀猛的披向陈清晨 这一批 霸道刀力 轻刻抵达陈清晨跟前 陈清晨全力抵挡之下 终究还是不敌 肉身被扑斥一声斩为两劫 只剩神魂狼被顿出 他怒道 我没惹你们啊 由颜思吼 你杀了我儿 还敢说没惹 老子草 你妈 他发起更凶狠的攻击 陈清晨连连闪避 什么杀你儿子 我没有 我最近都不曾见过你儿子 由颜歇斯底里道 还装 墓北发了那般狠毒的天结事 还有什么好说的 绝对是陈清晨暗中 害死了他儿子 哄 神能更加沸腾 他爆发权力 杀伐气息瞬间将陈清晨的神魂笼罩 陈清晨面露惊恐 根本挡不住这一击 刚想说什么 神魂痴的一生被碾成碎片 罗天教主等人暴怒 游族 你们太欺人了 大长老吼道 与他们废话什么 他们就是随意找个理由想捣毁我教 与他们拼了 大不了于死网破 二长老吼笑 拼了 罗天教主直接启动护教大阵 顿时间 大阵杀光沸腾 这等杀光 足以轰杀十六境下任何人 游言双目通红 杀了陈清晨后 胸中依旧杀意满满 见着罗天教主等人撑起杀阵 直接撑起一宗宝镜 宝镜绽放无量光 游族的镇族宝兵 可杀第十七境的强者 罗天宝教不比游族弱多少 在来这里前 他特地回族取了这面宝镜 游族二爷明声道 他们想死 就如了他们的愿 让他罗天宝教消失 游族三爷贺道 杀 宝镜被催动起来 轻刻坚崩碎罗天宝教的护骄杀阵 将罗天教主等人击飞数十丈 游言双向罗天宝教一众门徒 朝罗天教主争名至极的道 你们纵容臣清晨杀害我儿 我便杀光你教所有人 你给我睁大眼看着 宝镜一斗 杀光照住整个罗天宝教 一道道朝四周蹦见 啊 惨叫很快响起 在这等攻击下 一个个罗天宝教门徒相继惨死 罗天教主目自欲猎 游言 你们这群畜生 清晨这几日一直在教内 何曾杀过你儿 我等未曾招惹你族 你族却故意找理由来针对 我诅咒你游族不得好死 你游族必定灭族 灭族 游言争名道 狗砸碎 死到临头还不承认 还敢大放厥词 他神力一斗 宝静绽放更恐怖的神能 于下一刻将罗天教主笼罩 罗天教主全力抵挡 却根本抵不过 下一刻扑斥一声炸开 罗天宝教其他高层惊恐惊怒 门徒们更是惶恐到极点 游言嘶吼 杀杀杀 宝静轰鸣 由祖二爷 三爷和四爷配合他催动 很快便将罗天宝教全灭 游言眼中落泪 仰天吼道 罗尔爹给你报仇了 报仇了 游祖二爷走上前 轻声道 大哥 节哀 游言抹掉眼泪 道 收走所有东西 派人将那姓木的小东西弄死 生前 罗尔是想杀了他的 游祖二爷等人点了点头 就在这时 一道笑声响起 不用那么麻烦 我自己送上门来了 不远处 木北走来 游言等人离开悬云门后 他便暗中施展虚无大树和天地领域跟着 直到这时方才走出来 借游言等人之手灭了罗天宝教 天地种子的事 便暂时不用担心外泄了 而他 再以原始剑气斩了这四人身尾 取走罗天宝教所有资源 只一道原始剑气 便解决了诸多问题 游言等人看向木北 游祖二爷道 你居然跟踪我们而来 想做什么 木北看着他 瞧你这话问的 我跟着来 还能是请你们去喝茶吗 肯定是杀你们啊 游祖二爷等人一正 随后便大笑起来 小小一个第一镜修士 居然敢说杀他们 可笑 着实是可笑 游祖二爷道 你是发 话还没说完 木北换出一道原始剑气剑 挥剑一展 这一展 一股霸道剑气瞬间抵达对方跟前 游祖二爷脸色一变 刚想抵挡 便被这等霸道剑力淹没 啊 伴随着一道惨叫 游祖二爷当场炸开 只剩一枚纳剑保留下来 而这 是木北刻意压制了原始剑气的力量 毕竟 对方可是游祖高层 那界中必定有不少好东西 可不能毁掉 二弟 二哥 游言 游祖三爷和游祖四爷 齐齐变色 第一镜的木北 居然一剑就杀了他们的兄弟 他们的兄弟 可是十四镜的修为啊 他们盯住木北手中的九色剑气 这九色剑气 让他们感觉到了惊悚 恐怖的吓人 下一刻 三人突然想到了什么 游言疯狂的盯着木北 你骗我们 我儿 就是你杀的 木北有这么强的外力 杀游落 不会是问题 游祖三爷道 可是 他明明发了那般粉辣的天洁 似的啊 木北笑了笑 懒得与这几人说什么 他直接挥剑 这一挥 雄魂剑力直接将三人笼罩 三人惊恐 必无可避之下其声狂吼 撑起震足宝镜抵挡 剑气质 当 宝镜被震飞 在木北的刻意控制下保存下来 而后 剑力将三人淹没 啊 三人发出惊恐绝望的惨豪 在这等霸道剑力下相继炸开 只剩那戒保留下来 松松松 三人神魂飞出 而这三人的神魂 也是木北刻意留下 下一刻 他取出幽冥剑 幽冥剑一斗 直接将三人的神魂吞入剑内 顿时 幽冥剑绽放光芒 剑威大提升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